视野莫娜鲁到了林庆台和剧组演员回到物社事件的发生地 这次他们脱下戏服和赛德克遗族们参加祭祖仪式 小朋友围成一圈跳着赛德克组舞蹈 曾经在电影中出现过的口黄琴 赛族小朋友演奏起来非常悦耳 依照传统仪式焚烧食物祭拜祖先 长老用竹筒装着小米酒分送给每一个人 要将这一年的丰收让族人一起分享 赛德克的演员们因为电影爆红 特地借着祭祖仪式告诉祖先他们办到了 我们做完了而且我们做到了 希望竹筒们能够喜欢 在莫娜鲁到的雕像和纪念碑前 优美庄严的歌声响起 所有人低头尽思 就像电影的坚持 仪式全程也讲赛德克语 因为这一出电影让许多族人找回自己的语言 和文化的认同感 记者洪杰明南投报导